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的是 2021年 乒乓球直通系列赛 南洋战的混双小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深山红色球衣的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 两位00年出生的小队员 孙颖莎和王楚清的组合 但是这两位选手呢 大家看到孙颖莎 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女队的 绝对主力 将会出征 东京奥运会的女子单打 女子团体比赛 那么王楚清呢 则是拿到了P卡 那么同样的也是在 2000年 就这个年龄段当中的佼佼者 那么另外一对组合 大家看到这个周启豪呢 则是在上一战 新乡战 大黑马 而且是一黑到底 那么接连 战胜了梁静坤 马龙和樊振东 获得了直通赛 新乡战的冠军 那么顾玉婷呢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一位实力派选手 她是95年 出生在山东东营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两位小将的组合 对周启豪顾玉婷 思议莎首先发球 顾玉婷呢 还是回球帽高了 顾玉婷呢 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但是小球呢 还 这控制方面呢 不是那么细腻 对周启豪顾玉婷呢 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这个球拧的质量很高 反手拧直线 好的 漂亮 大家看就是顾玉婷呢 在女选手当中啊 她的正手是比较突出的 这一板正手快拉直线 乒乓球啊 确实讲究每一板的质量 如果说是 在防守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控制得更严密 稍有闪失的话呢 对手肯定是 抓住一切战机 以凌厉的攻势 给你施压 所以很难有喘息之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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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形成相持的情况之下 从第一局来看 那么这次奥运模拟赛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的12队混双选手 各有特点 南队的主教练秦志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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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孙颖莎她这个正手 在女运动员当中 可以说是独步天下 漂亮 这已经完全失去了重心 这个也是王楚清的 他的风格 王楚清打球富有激情 这样王楚清孙颖莎组合 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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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样追平了 机会 好的 这样钟启豪 顾玉婷已经逼到了远台 再对攻 因为是中国乒乓球队内部的比赛 队友之间知根知底 总和达的枝 mean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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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其实这一局 周启豪 顾玉婷 在被动情况之下 已经打得非常的顽强 但是最后的关键分 还是次应杀王楚新 是3比11 艰难地赢下了第一局 当时我玩了 我一定要看住我到终点 该森林队上升 就跟你自己想当中 一样的时候 就感触不感松手 好 好 你和俩家 好的 先拿完球迷朋友们 接下来 让我们帮我 对游泳球的掌声 和大含声 让大家跟游泳球员们 加油 鼓劲 接下来可以把您喜欢的球员的名字 大声的喊出来 为他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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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首先是顾宇廷发球 这个球是躺往之后改变了节奏 调打失误 好的 这个机会就很可惜 王楚清是主动赢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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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们看到王主军孙隐杀的一左一右 双方非常连贯的正手进攻 这样让周启豪顾玉婷就压力极大 慢拉一板 这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球控制得不错 这样是周启豪顾玉婷要的暂停 谢谢大家 这场比赛是 秦志俭和刘国正 在临场指挥 那么从去年 在海南临时举行奥运模拟赛之后 实际上我们看到 中国乒乓球 是接连举行了一系列的比赛 奥运模拟赛之后 接下来就是全国锦标赛 在威海举行 套里有男女的世界杯 再加上在郑州举行的 国际拼联的总决赛 然后年底是拼超联赛 再到今年前不久的 新乡站的直通赛 还有这次南洋站 所以从这一系列比赛 首先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有这样的条件 能够举办高水平 高质量的奥运模拟赛 另外从去年世界杯 到国际拼联的总决赛 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乒乓球 作为乒乓王国的担当 这个球 刚才发了一个半场球 因为接发球的是周启豪 所以孙领沙发球 还是要注意控制 孙领沙这两个发球都丢分 是周启豪 好的 这个回头 展现了顾玉婷的实力 直接回头打了一个大脚 这关键时刻 发球失误 中文字幕统筹 所培计 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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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斗短球 还是孙颖莎这一板反手 孙颖莎还是非常抓住战机 主动上手 追到了8比9 周九号 顾玉婷连续丢分 优势局面被追平 大家可以看到顾玉婷还是对自己的正手很有信心 也比较依赖正手的进攻 这个球是弹网之后 冒高 顺义上很机敏 这样10比9反超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连续正手进攻 大家看到就是周启豪和顾玉婷 这抗击打能力也是不错的 王主星可能认为之前的那一板直线 可以打穿 但实际上这个高手对决 你一定要多准备击板 不能有侥幸心理 11比10 22比10 王主星 孙颖莎 那连续两局都是艰难获胜 2比0 赢下了本场比赛 本次奥运模拟赛 确实它的针对性更明显 因为已经是公布了 东京奥运会的名单 所以我们看到12队选手 分成两个大组 小组比赛就要打5场 进入8强之后 8进4 半决赛和最后的决赛 还要打3场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 要打入最后的决赛 赢最后的冠军 那至少是要打8场球